路纵歌手2024采用现场直播完全无修音的形式 呈现歌手们最真实的表现 掀起超高讨论度 纳英在第一集节目中凭借稳健唱风 暂时排在第三名表现相当不错 不过近期他参与录制另一档综艺节目时 在拍摄空档聊天期间 谈言自己压力很大 纳英告知黄梓涛自己即将参与歌手2024 对于现场直播的方式感到担忧 黄梓涛原本以为只有第一场是直播 没想到每一集都是这样 立刻吃惊表示太猛了吧 答应谈言自己很崩溃 毕竟谁都有可能会出错 再加上节目组规定 参赛者只能在第一轮比赛中演唱自己的歌 后续则必须翻唱别人的歌曲 高难度的赛制让他觉得压力很大 众人也立刻为他交打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